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7月3号在屈委党校举行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和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共建人民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 区委书记汪宏在会上讲话 并就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共建人民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做了说明 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 就全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下半年经济社会重点工作安排做报告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会议 全会指出 今年上半年 我们以最快动员阻击疫情 以最大努力推进发展 以最实举措改善民生 以共知共享凝聚合力 汇聚起十三五收官之战的磅礴伪力 对标市委文件精神提出的人民城市实施意见 总的考虑是把共建人民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 作为城市工作的鲜明主题 将人民城市落系落地为冰江新城 奋力迈向更富魅力的国际游轮之城 更具实力的智能制造之城 全会指出 要统筹区位 方位 定位 三大维度 打造更具实力的冰江新城 这是宝山转型发展的必游之路和鲜明主线 是宝山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必然要求 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打造更有活力的冰江新城 聚焦大板块 把大衣料子做成精品立作 冰江岸线要打开来 南大无松要热起来 各色园区要强起来 落地大项目 把异项投资化为现实产能 千方百计引项目 快马加鞭推项目 形成热火朝天大干项目的浓厚氛围 发展新产业 把星星之火变成了原知识 加快发展千百亿支柱产业 加快培育在线新经济 促进产业高端攀升 城市能及提升 全会要求要统筹规划 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打造可持续的冰江新城 规划要科学 要谋深谋细十四五规划 要加强城市设计 建设要提速 聚焦对外交通 室内道路 轨道交通 民生项目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城市的温度 生活的美好 管理要精细 一网通办 要从能办走向好办 一网通管 要便被动处理 为主动出击 同时 安全底线要牢牢守住 要统筹底线 基本质量三大名声 打造更有温度的冰江新城 守护普惠温度 让生活充满尊严 确保均衡可及 让生活舒适愉悦 追求更高品质 让生活幸福美好 要统筹生态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打造更富魅力的冰江新城 为城市注入精气神 建设人文宝山 为城市戴上绿色项链 建设美丽宝山 为城市植入创新英子 建设科创宝山 全会强调 要统筹政府 社会 市民三大主体 打造更加和谐的冰江新城 要强化党的领导 这个根本保证 夯实社区治理 这个重要基石 调动人民群众 这个关键主体 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 要坚持人民至上 担负人民城市建设赋予新使命 要抓点待面 既要抓基础比较好的地方 更要抓还比较薄弱的地方 既要看面子 更要重礼子 既要坚持为人民 更要重视人民建 努力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的新亮点 要坚持优化服务 实现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新月升 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遇 成就每个人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更优的服务 满足人民需求 要坚持共知共享 更好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夯实城市治理 现代化的社区基石 创造更有品质的生活 要坚持善做善成 宁心俱立 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抓好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落实 全会指出 做好下半年的工作 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让经济增长的基本盘更稳 以招大影强 提升实力 强化系统招商 战略招商 强化服务招商 精准招商 以三驾马车 增强动力 抓有效投资 促消费回升 稳外资外贸 以空间拓展 厚值潜力 要坚持改革创新思维 让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更足 强化创新驱动 强化特色优势 强化政策攻击 要坚持精细管理导向 让城市治理的两张网更优 持续坐墙 一网同管 坐经 一网通办 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让民生福祉的获得感更高 以更大力度 强化保障 以更优 供给 满足需求 以更高标准 优化环境 同时 疫情防控工作 绝不能有丝毫放松 安全生产工作 红线底线 要坚决斗住 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共建人民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举议 区委常委杜松权 沈伟明 苏平 赵毅 高飞 王毅群 陈永宪 徐静等出席会议 本台记者高慧芳 张辉 李晶廷报道 7月3号下午 七届区委十次全会进行分组讨论 与会人员围绕 关于贯彻落实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共建人民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区委书记温宏 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的讲话 展开热烈讨论 为推进国际邮轮之城 智能制造之城建设 积极建言宪策 下午一点半 分组讨论在区委党校的 十个会议室里同步举行 议会人员围绕大会文件 联系各自工作领域 踊跃发言 大家认为 温宏 陈杰的讲话 全面总结的今年上半年 宝山经济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 对下半年的工作 有着高屋建立的谋划 听后倍感鼓舞 也深感任务艰巨 在讨论到人民城市实施意见时 大家纷纷表示 建设人民城市 是新时代城市工作的 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 文件的出台恰逢起始 体现了党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也为宝山城市规划建设 指明了目标与方向 大家表示 要上下同心 协力实施 将会议精神转化为 有力措施 做好下半年工作 宋初青春的开发和发展 应该给我们宋南后鱼的发展 特别是在我们十四五期间的发展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机遇 我们也想 借着这些机遇当中 就是把我们宋南京哥的 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能够跟上我们区区 这样的一个大的形式和概念 应该说呢 后续在我们整个 经济工作 产业结构调整当中 应该会有很多新的进展 整个的听下来 我们顺时就感觉到了 一座城市的决心 宝山决心 一座城市的智慧 宝山智慧 一座城市的速度 我们的宝山速度 能那么快的驻发 有这个疫情期间 真的蛮感动的 今年上半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也对社会经济发展 造成的巨大冲击 为此 人民城市实施意见提出 要推出一批 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 打造一批 有显示度的示范项目 推进一批 牛鼻子的事项 解决一批 群众关切的问题 真正把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贯穿到宝山城市 发展的全过程 各方面 中国这个疫情 我们在社会完全 社会自己当中 应该总结些什么 提炼些什么 如何来更好地 来引导 我们今后的 社会自己的工作 这将是更重要的事情 委员们热烈讨论 众志成城 灰肠队充满了 共谋发展的壮志与雄心 其中大家讨论 最为热烈的议题就是 如何以最实举措 改善民生 区发改委表示 要紧跟区委区政府的 工作要求 加快形成 大项目 顶天立地 小项目 铺天盖地的良好局变 要把民生和经济 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就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确实 没有小项目 没有蚂蚁雄兵 可能在我们整个的经济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就是成不了一个体系 也成不了生理 讨论中 大家表示 要努力把工业绣带 变为生活绣带 让老百姓 更舒心地享受 宜居生活 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让民生的获得感更高 要围绕 老小 旧远 重点难点 善于迎难而上 攻坚突破 更好顺应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其中 有一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 邵琪表示 近期 有一路街道 也将精细化管理 融入双城 一网同伴 一网同管之下 还有着针对老百姓 15分钟生活圈的 温暖微更新 有一些街区 有一些微景观 小区有一些微配套 甚至想 这个 华书记 一直讲的 早餐点啊 等等啊 这些社区的微服务 重点打造 15分钟的一个生活圈 会场中 乡村振兴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宝山以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试点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在城乡融合 示范银顶 连片打造上持续用力 稳步推进 一加四加五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 全覆盖推进 103个村 人居环境整治 建好美丽乡村会客厅 和三元工程示范样板 其中 罗金镇 围绕双城战略 区域内计划以罗温和为中心 投入更大规模的规划项目 对于整个打造 十四五规划 吃住型油垢 把这六个字全部联动起来 逻辑的产业 自由 既有自动制造 更有 油得起来 成为一个 保三乃至上海的一个幸福 健康问题是今年百姓们 关注的重中之重 如何提升全民身体素质 体育局也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其实在这个大衣料子的裁减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有它发展的空间 包括展示 包括设施 区领导汪洪 陈杰 李平 丁大恒 周志军 杜松权 沈伟民 赵毅 高飞 陈永县 徐静等参加讨论 本台记者报道 7月1号上午 区委副书记 区长 区政府党组书记 陈杰 主持召开2020年第4次 宝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11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 李强书记讲话精神 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意见精神 研究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党组 2020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区政府党组成员 王毅群 陈瑶水 陈云斌 黄辉 倪乾隆出席会议 副区长陈小杰 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是上海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上海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行动指南 要秉承人民至上理念 以更大智慧和勇气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聚焦群众期盼 着力解决好老小救援等民生难题 深化美丽街区建设 提升美丽家园品质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全力促进民生福祉改善 让人民群众更安心 舒心 暖心 会上区政府党组成员 围绕深入学习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并结合相关工作做了交流发言 近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平主持会议 副主任秦斌 王立燕 徐华威 贡奉为 蔡永平等常委会组成人员 共三十二人出席会议 副局长陈云斌 区检察院检察长董学华 区监委 区法院有关负责同事 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陈云斌副局长 关于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的报告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区政府围绕美丽家园 绿色田园 幸福乐园等新三园工程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精品农业 休闲农业 壮大乡村移农产业 本区农村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农村居民的获得感感受度明显提升 下一步 区政府将高标准推进示范村建设 壮大集体经济 加强资产监管 提升治理能力 全面推进农村面貌提升 农业提质增效 农民持续增收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区政府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和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会议要求 区政府要加强资产清查和资源普查 逐步摸清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和国有自然资源的家底 夯实管理基础 树立大资产管理理念 将国有资产管理 纳入社会事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 提高资产管理效能 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采取有效措施盘活低效用地 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会议还审议了 关于补选代表资格审查 和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 确认陈杰 徐静 杨文杰等三位同志的 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有效 区八届人大代表黄伟同志 因工作调动调离本行政区域 其代表资格终止 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现有代表286名 会议还审议表决了 有关人事任免案 会议书面审议了 区政府关于2019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区政府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 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 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区政府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本区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的 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区检察院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公益诉讼工作的 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区人大各专公委有关负责人 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各镇人大各街道人大公委负责人 及部分区人大代表 列席会议 本台记者常亮周超报道 据东方网消息 上海市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一周年的年报 今年6月 上海生活垃圾轻运总量达96.86万余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主要特征体现为三增一减 三类生活垃圾的回收量 或分出量明显增加 其他垃圾被分走 干垃圾变轻了 经过一年努力 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基本建成 自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发布以来 顾村镇全力以赴推进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 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并不断探索新模式新方法 致力于将垃圾分类工作做细做实 顾村镇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 改造了所有居住区范围的垃圾箱房 共75座 并在有条件的小区 新建的智能化垃圾箱房和可回收物投放设备 实现可回收物源头至清运至末端的物联网模式 如绿洲花园设立的四分类的智能垃圾箱房 潭香湾小区设立的具有自动提醒功能的生活垃圾定时投放点 古村镇还加大了硬件设施投入的力度 潭阳村投入300万元 在村里建设了占地500平方米 日处理能力5吨的湿垃圾处理机 通过每户分类定点投放 派车收集 精细化分检等过程 对每天产生的湿垃圾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做到了湿垃圾不出村 顾村镇还不断创新管理方法 研发了最新的垃圾分类管理系统和小程序 实现线上电子台帐 积分兑换 小区 农村 单位 环卫作业 线上数据统计等功能 记得施文波 袁国梁报道 好 下面来看本台通讯员发回的消息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农村情况 6月24号下午 市民宗局副局长燃小毅 带领市民宗局50多名党员 来到罗金镇开展双期培训 如今宝山北部的唐湾村 正在构建芳草地 萱草园 萤火丛 亲子乐园 原石部落 母婴庄园等 市民宗局党员一行 先后参观了三仙沟 顾家宅党群服务点 母亲花文化园 及民俗风情馆 深入了解罗金镇乡村镇新工作情况 短短两个小时的新农村建设体验活动 给市民宗局党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台通讯员报道 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把 下载保证会APP 稍后请看新闻扫描 一网同管为城市高校运行管理赋能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扫描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和上海市一网同管工作要求 宝山区全面落实城市运行管理平台 在区接阵园区的部署和运行 以科技手段助力城市治理 全面提高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今天的新闻扫描 我们共同来关注 截至5月29号 平台共上报流转案件 79,415件 划分责任网格182个 开通政务微信人员3148名 对接智能感知设备10,692个 联动高清探头15,759度 目前宝山区在运用好 市级八大应用场景的同时 强化问题导向 坚持应用为要 管用为王 做到线上应用互联互通 线下高效处置一件事 积极推进一批宝山智慧城市 建设优秀成果 特色社会治理系统 接入区城市运行管理平台 探索建立基层城市管理 联情联动工作机制 这里是宝山区城运应急指挥中心 在防汛防台期间 这里坚持以测报防和抗救援 为重点工作 测报防是做好雨情水情 工情监测预警 要求防汛信息全新准 对水利工程排水泵车 进行科学合理调度 加强台风暴雨 风暴潮洪水灾害的防御和预警 落实各项安全度讯措施 使汛息灾害防御能力 得到明显加强 抗救援通过系统收集 基层上报的各地灾情 统计信息 抗救援工作统计信息 可以使指挥长 对当前受灾情况 和应急处置工作 有全面的掌握 为指挥长的决策 提供数据支持 实现应急指挥和协调 应急处置 人员转移 灾害救援 高效科学的开展 应对迅速灾害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城市平稳运行 我现在就是在 宝山区大厂镇 乘运中心 那么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就是我们 全市范围内 首家使用的 带有自我学习功能的 乘运AI迁循系统 这也是我们 宝山区大厂镇 在日常乘运管理当中的 黑科技 通过该系统 可以实现 对辖区街面乱涉摊 乱堆物等问题的 主动发现和智能预警 有效改变传统靠人力 去发现问题的过程 同时该系统还可以结合现场情况 不断自我修正和提高问题的识别率 再结合人员精准定位功能 派遣离现场最近的队员进行处置 人力投放更加智能 问题解决也更加的高效 此外我们还在问题比较多的工地 安装了360度环绕高清的 可移动探头 可以实现 乘运中心对工地的24小时 全覆盖 零距离实时监管 一旦发现阳城污染 夜间施工等问题 都可以通过摄像头拍照取证 再派周边的队员到现场进行执法 有效减少原间工地 夜间施工造成的投诉 我现在是在宝山区 无松街道的陈运中心 那么通过建立 门泽单位一户一档 一马的信息制度呢 我们全面实现了 门泽单位的云端管理 将所有文泽单位基础信息 管理标准等进行 采集录入 结合路长制管理人员 每日寻查打卡 重点做好三合一 垃圾分类 分线充电 跨门经营等 必查事项 以及其他管理问题 辖区市民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 了解商户的各类信息 并可以对商户 无证经营 跨门堆物 环境脏乱 油烟扰民 噪音污染等情况 进行扫码投诉 陈运中心后台收到信息后 就会立即推送上报 第一时间分派给相关的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接单后 第一时间上门处置 形成管理闭环 我现在是在 宝山区松南十寸的松底空间 大家看到我身旁的 这个像手机屏幕一样的系统 就是2017年 宝山区创新推出的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智能化系统社区通 它是接入宝山区 城运中心的一个特色应用 平台设立了 宝山大调研 爱宝山社区公告 党建原地 意识听 警民直通车 欧业之窗 业委连线 公共法律服务等板块 居村党组织和居村委 在线直播工作 为社区解决实际问题 居村民在线参与社区治理 为小区建设出谋划策 社区通已有超过 74万名实名注册用户 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 各类问题12万余个 宝山区还建立了 社区通智慧中心 对宝山市民在平台上的交流互动 进行大数据分析 帮助区接证相关职能部门 精准了解群众需求 精准对接服务群众 全面提高 全区社会治理 精细化水平 区乘运中心依托区信息委 数据汇集平台 发挥了数据赋能信息调度 趋势研判 综合指挥 联情联动 协同作战 应急处事等之能 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海量信息 进行一网归集 突破了数据汇聚共享的瓶颈 各区各部门之间形成合力 逐步实现应用为要 管用为王的总体目标 好 以上就是今天宝山新闻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把 下载宝山会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